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9月5日 修夫基给马古尼派定新婉曼联队长哈利马古尼 在球队近三轮取得三连胜的比赛中军未能获得出场机会 不过据《太阳报》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称 英格兰主帅修夫基Gareth Southgate已经告知哈利马古尼 不用担心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受到影响 哈利马古尼上一次代表红魔鬼出战 还是应抄第二轮曼联克场0比4惨败给冰福特的比赛 尽管哈利马古尼仍然担任着曼联的队长 但坦哈格在最近三场比赛中都使用了 拉菲尔华拉尼利新度马天尼斯的中卫组合 不过两个独立的消息员在周日告知《太阳报》 英格兰主帅修夫基已经联系过哈利马古尼 本人告诉他仍然是自己卡塔尔世界杯计划内的重要一员 其中一个消息员透露 修夫基已经联系过哈利马古尼 并安慰他 鉴于他此前的国家队表现 英格兰国家队仍然给予他充分的信任 当然哈利马古尼希望能出场比赛 并担心出场时间过少 或许会在世界杯前影响自己在国家队中的位置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赞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